用那个网页版的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那个Copilot 你去那个设定里面找不到这种GPDS的角色卡的选项 所以你变成如果你想要指定他用你要的格式输出 那要怎么办 其实也蛮简单的 你就是每次都贴 你就每次都指定他的角色 比如说刚刚这个 我就把他的文字贴过来 复制 然后到Copilot这边 我就每次贴 然后还有刚刚下面的格式输出 复制 你把他都贴上来 对不对 都贴上来 所以Copilot是可以在对话里面直接设定你的角色 还有设定输出的格式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样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样 当我开始做对导的时候 等一下 他在顺那个角色 那我现在开始问答 你这个空气清淨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计 使用PM2.5感测器的零件的原因是什么 程式里面又如何配合 这是问的问题嘛 然后你看他有时候不会那么聪明 但是多少还是会怎么样 还是他会遵照你的指示 但是有可能你这边写的没有很清楚 那所以他虽然有部分会遵照你的指示 但是有部分会忘记 这是没有用角色卡的缺点 但是最起码他会有一点类似你的格式 有时候很聪明 然后有时候你问一问 他会忘记的 他就会忘记那个角色设定 那是因为现在的这个ChairGPT或COPIER 他都有那个工作暂存区的限制 就是Token数的总长度的限制 一旦你超过他的工作暂存区的量 他就已经忘记前面的事 所以他会忘记前面的角色设定 那这时候怎么办 就再贴一次 再贴一次 然后才继续问下面的问题 这是没有给角色卡设定的时候 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你的用法是这样 那这个各位就不用试了 只是说他也办得到 指定角色指定输出格式 这方面的用法 一般的GPT都可以做这样的事 只是他没有角色卡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可以更进阶的 设定角色的部分 也是免费的 好,请各位到那个 huggingchat huggingchat 暴脸的 暴脸的 这是一个大元模型的一个 open source的网站 那他本身也有提供 类似GED的服务 而且他很厉害 他可以让你选用不同的模型 限账 但是缺点是什么 一样免费的扣答不多 免费的扣答不多 好,所以我们进来这个网站 huggingchat 然后请你去登陆你的部国帐号 所以我们先塞一下 一样第一次要注册 第一次注册 因为我注册过 各位注册一下 他可以让你体验不同大模型的 不同的大模型 各位先登陆一下 那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哪一天你在用那个GED的时候 你的那个免费额度满了 你可以跳来这边用一下 提供这种GED服务的网站很多 这一个是很厉害的其中一个 我先讲一下他的那个模型选用的部分 我先不要翻译 你登陆进来之后 各位都登陆进来了 登陆进来之后他左边啊 左边会有这个models models就是你可以选模型的地方 你可以点一下模型 你就会发现他提供了不同的模型 他提供各式各样不同的模型 那这些模型呢 目前都是很厉害的大模型 都蛮很接近那个GED4 那这个MetaLama是Lama3 他是我比较习惯用这一个 因为Meta各位知道他是母公司是脸书 那所以他用很多脸书的资料来做训练 所以基本上他比较听得懂人话 各位知道什么叫人话 就是他的语言 就我们讲的语言 他比较不会听不懂 我蛮建议用这一个 那所以我们可以选 你可以选模型 但是他这里面 每一个模型有不同的特色 有的特别对那个写成字很厉害啊 有的特别对那个什么写文章很厉害 所以你可以去查阅一下那个模型里面 你点进去可以看到那个模型的 或者用关键字去搜寻 就可以看到那个模型到底是哪里很厉害 你就可以决定说你要选用哪个模型 那我先用Lama3 Lama3 那你选了之后 这个是你的聊天界面 那你选的就是这个Lama3的模型 你就可以在这边聊天 那这里有一个要不要联网的设定 你可以把它打开 这样就是有联网模式的GPT 那我们一样可以在这边 就是跟平常跟GPT对谈的方式是一样的 请问你知道什么叫游戏画八角的理论吗 他就一样会去回复你了 他先做一个网页搜寻 然后再跟他的AI合并一起来一起回复你 那如果他出来是英文对不对 没关系你前面跟他讲那个 请你用中文回答 请你用中文回答 有时候那个转换的可能不是很好没有关系 你要教他 你也可以换别的去试试看 有时候他会先跑英文 跑出来之后再整个帮你翻中文 所以也没有关系 真的不行 你就换一个模型 或是把这个Google中文开起来 也是还好 所以也都蛮方便的 但是这边的好处是你可以选用不同的模型 选用不同的模型 好 那所以这是一般的用法 那我们要讲到 我们刚刚讲那个 怎么做RIG的训练 就是他像刚刚的角色 但是他又可以多提供 你指定的资料去做参考 好 那所以 这个部分在这里是免费的 所以请你到助理这边 这边叫做Assist 叫助理 所以请你到助理这边 这里点一下 好 这边就会有一堆别人做的助理 对不对 好 一样喔 你如果想要用别人做的助理 一样可以在这边搜寻 在这边选用 然后呢 他还有分喔 好 这些助理他是用哪一个基底的模型去做的 你还可以挑选 可以挑选 好 那或者直接选里面的东西 或者用关键字去搜选 比如说我要绘图的 有时候打英文可能比较多 没关系 这边应该有 好 反正就跟刚刚那个GPTS一样的用法 那我这边就不再多讲 各位就有时间自己去用 好 那我们这边讲那个助手的部分 来各位 建立新助手 好 请你把它点一下 好 有没有跟刚刚很像 跟刚很像 但是多了几个东西 好 好 再来 我先把它开回那个原来的英文模式 好 看不懂 再翻回中文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翻得不好 这个是你的头像 你的大头头像 所以你可以上传一个图片 好 随便 随便 这个就是你的头像 那个助理的头像 那你这个助理是什么名字 好 你给他一个名字 然后这里就是叙述你那个助理的个性 好 专长的地方 你是一个精品咖啡师的专 精品咖啡的专家 熟悉精品咖啡的种类 烘焙的技巧 相关的所有知识 你非常的专业 所以都会使用咖啡专业的术语来回答 好 我就大概随便写一下 好 那这边是你可以挑模型 刚刚那个都不能挑模型 对不对 TRAID GPT那边也不能挑模型 但是这边可以 所以你要看你要用哪一个 我就直接用那个LAMA3 就是圆肉头 好 然后这边是使用者的启动讯息 就是你刚开始那个GPT的页面 下面不是有四个提示吗 那你就可以输入一下 问我精品咖啡的知识 问我怎么烘咖啡 给我喝咖啡的建议 随便你随便你加了 那不够还可以再加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地方就是提供你参考资料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做那个客服的系统 你就会准备你们之前的一些客服的资料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加进来 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一个免费的版本 所以它不能让你放PDF 所以你只能放网页 这边只能放网页 所以我就给它具体连结点一下 我这边就把我想要让它参考的网页 通通丢进来 好,所以我去找 好,比如说找一些精品咖啡烘焙的专业的网站 我从这边来 我的网站其实我有收入一两个网站 这是一个轰斗的专业的网站 我把这个复制起来 然后到这边呢 我把它贴上 它可以放十个URL 十个URL 可以放纯文本 所以那个纯文字党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是 比如说我要训练一个 教网中心的AI回答的机器人 因为各位老师可能在学校 遇到网路不通的问题很多 然后很多都是重复的 那我如果把这些问题跟回答 收集起来 变成一个文字党 我在这里直接丢给它就好 它以后别人上来就直接问它 就可以大概80%都解决掉 那我再丢另外一个网站 我再找另外一个 那两个以上的网站 你就要加一个逗号 这是另外一个人的网站 那我就这边呢 刚刚已经贴了一个 我加一个逗号 我再贴另外一个 再贴第二个网站 然后再加个逗号 然后我找个 介绍金饼咖啡豆 金饼咖啡豆介绍 这边有介绍十种金饼咖啡豆 对不对 就把这个网站 都是文字的 OK 复制起来 一样再贴过去 再加一个逗号 再找一两个 认识金饼咖啡豆标准 好 就把他贴起来 不是 贴过去 好 就类似这样子 你就去找你要 把你要的那个参考资料 全部收集好 在这边一次贴给他 好一次贴给他 那贴好之后呢 这边呢 系统创就是 你指定 要他回复的格式 就刚刚那个 回复的格式 或者是 相关的注意事项 都要在这边写 全部使用中文回复 态度幽默风趣 非常的有礼貌 而且会讲笑话 就类似这样 各位可以自己 自己试一下 好 好那这样就好了 就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你就创造 好这样就好了 好 做好了之后 做好你看 你看他这边 会有细项的说明 你这个以后的 直接的网址就是这一个 所以你把这个网址贴给人家 人家就可以直接进来 问这一个咖啡大师 好 然后他是 没有占我的code 没有占 如果我有买付费什么的 这个不会占我的code 这是那个人免费自己的code 就免费的code去使用 这是不用花钱的 然后呢 他的 你的设定 然后他会参考的 网站重点在这边 好 如果你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 就继续edit的修改一下 好 这是你选用的大模型 如果没问题 你决定可以用了 我就按啟用 按啟用 这样就可以用 然后我把这个复制 我就可以贴给别人了 就可以贴给别人了 好 然后他问你 你是要进来问他吗 是不是 确定 你看 他就直接进到那个咖啡大师的角色 你就可以问他 夏天非常的炎热 哪些咖啡可以推荐我喝 他就会用那 他就会优先参考那几个网站 然后提供你相关的建议 好 各位试做一下 各位试做一下 那你也可以把那个 你试做的 GPTS贴在我们的讯息列 让大家可以玩玩看 夏天很热 有没有建议的金顶塔 现在可以喝 现在AI网站可能很拥塞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可以 就可以使用那个专门的角色 建置你自己专门的 GPTS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GPTS 那付费版的 付费版的 他就是比你 比这个网址之外 他多了那个可以放文件 而且容量比较大 那所以你建出来的会更专业 更专业 现在网路应该这边有点状况 各位应该是可以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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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好的 你做好的那个助理 他会在这个 你刚登录帐号 然后那个在你的assist里面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我记得好像是在这边 对 现在网路有点 他的网站可能负荷量很大 你做好的东西 他会出现在 在 助理里面 然后这边呢 有没有 这边会有你的帐号的名字 这个社群指的是一般大家分享的地方 然后你自己做的会在你的名字里面 所以你要点过来 点过来 这边就会出现你做的所有的助理 你就可以在这边去继续做修改 或者是那个active 关掉之类的 在这边做 做改变 前提是你要登录你的帐号 别人是进不来这里 别人进不来这里 所以 那有一个缺点 有一个缺点 因为这里是免费的 对不对 所以他的预设就是 一旦你active之后 你启动之后 它是不能私用 就别人都可以找到你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私人资料训练在上面 如果你有私人资料 要训练在GPTS里面的话 请你去买付费版 那个team版的 不是那个pro版的 是team版的 团队版的chap GPT 所以他可以把你的训练资料 留在你自己的帐号里面 不会放出去 当然这是他的保证 至于后面真的 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他就是有提供这样的选项 那所以这个是 只要你active之后 他就会全部放出去 这个地球 就全部放出去了 别人可以在这里 在刚刚那个搜寻 别人是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 是全部公开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练习玩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要做来用的 你就要考虑一下 那个里面训练的资料 不要有那个私密的资料 不然你就要去找付费的版本 各位先试用一下 这个是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内容 制定客制化的GPTS 那个 市昌老师问 免费的有几个名额 刚刚那个Chain的GPT那边 免费的是一个而已 然后可以开跟不开这样 那这边呢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看过他的规定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下 要找一下或者网路搜寻一下 我不知道他的可以做几个 这边的条件就是做的都会公开 这边条件是这样子 因为你是免费的 那边 那边 那边